记者吴婉婷台北报道 Kino导演马志祥今天发表影片宣布要参选台北市长了 影片开场还向现任台北市市长可文哲下站铁引爆即将参选的震撼弹 并喊说我决定参选台北市长 希望台北市民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们用爱汉拥抱去推倒那高墙 但原来真相是马志祥在芯片市长夫人的秘密中的台北市 市长杨俊成一角特别选在愚人节推出趣味宣传 让网友们虚惊一场 国片市长夫人的秘密以政治和爱情都是一场秀的核心概念 用幽默手法嘲讽台湾时是导演联谊其为求电影 更贴近本土时事将电影背景设定于台北市市长大选之时 并找来马志祥演出台北市市长一角 片种马志祥饰演医生出身的市长参选人杨俊成 职工尽粹的他总是尽心尽力的投入选民服务 却也因此造成陈乔恩饰演的市长夫人秘密外遇 电影今日曝光市长的形象 公开马志祥的参选影片 不仅公然挑战科P市长的位置 更在影片中践踏诚挚的向台北市民表示 我是一位演员也是一位导演 每个位置坐的不一定领尖但绝对问心无愧 身为电影圈身高最高的导演 我有信心带领台北市迈向更高的幸福 即使是为电影宣传而拍摄影片一试出 还是有许多网友纷纷开玩笑留言 这市长 我可以真的有这么帅的市长就好了 市长夫人的秘密将于5月11日在台上映 马志祥带芯片市长夫人的秘密演出 台北市市长杨俊成一角 威视提供 马志祥带芯片市长夫人的秘密演出 台北市市长杨俊成一角 威视提供 马志祥带芯片市长夫人的秘密演出 台北市市长杨俊成一角 威视提供 相关影音相关影片取自YouTube 如遭遗除尽请见谅